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济的预测是什么 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裁 在今年警告 全球经济三分之一 在2023年会陷入衰退 这三分之一包括了 第一个是欧盟 以欧盟为主的欧洲地区 第二个是中国 以及全亚洲 第三个是美国 美国的衰退 比欧洲少 比亚洲地区少 这个大概是IMF总裁 所提出来的警告 另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哈佛大学的教授 罗格夫他的判断 2023年的上半年 全球进入经济衰退的概率 正在提高 这是他的说法 欧洲也是他提出来 最可能进入衰退的地区 欧洲在高通膨之下 进入衰退 而美国的联准会呢 会在经济正式进入衰退之前 维持升息 然后他对中国角色的判断是这样 首先 全球化并未崩溃 但不得不重新构建 中国的作用 在未来的全球化里头 开始呈现下降的角色 随着美国的保护主义 随着欧盟 他们从俄罗斯得到的教训 不可以依赖俄罗斯 这么强的能源 他们对中国的供应链 也会有所依据 而中国自己本身的智力 也开始出现问题 除了疫情之外 他现在失控了疫情 更严重了当时他的房地产 根据一项资料 中国各大房产公司 总共裁员了90% 你可以想象他有多么的严重 而中国的各种需求 跟全球经济的前景 存在的不确定性 使原油的价格在本周 跌了将近8% 将来可能会越跌越多 而美国的高科技界 曾经是最风光的产业 它正以疫情爆发以来 最快的速度裁员 在裁员里头 大家最震惊的是Amazon Amazon是美国最了不起 而且可能最聪明的一家 高科技公司 目前为止 它已经在裁员了 一万八千人 这是这家公司 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 也更加深了美国 高科技业不仅其加深的 相关影响 只有高科技吗 美国投资银行里头 也是全日投资银行的龙头 是Gommersax高盛 高盛的CEO预计 1月上半月的时候 也会开始裁员 所以他们都看到了 全球经济 不景气相关的状况 你就可以了解 我们将面临一个 什么样的2023年 跨入2023年 全球金融市场重大关键字 确定已从通膨换成衰退 成为投资者当前最关心话题 欧美经济困境 中国解封后复苏或者痛苦 全球地缘政治 尤其恶物战争 要主导市场风险情绪 到合年合月 在上诉问题 没得到解答的新年一时 NF总裁格奥杰瓦率先发难 继NF去年10月 第三度下调 2023全球经济成长预测 预估全年增数 可能只剩2% 甚至是符合衰退标准的 1%以下之后 他在CBS专访中 继续表态看坏2023 认为相比2022 这一年全球经济 只会更加坎坷 格奥杰瓦请告 全球三分之一经济体 今年将陷入衰退 理由是美欧再到中国 经济活动将同步放缓 这批世界增长的主要引擎 将动力不在 1月2号 各国制造业经理人 采购指数陆续公布 从欧洲的西班牙 德国 再到亚洲的南韩 土耳其 全都低于50 这条荣枯分水领线之下 且格奥杰瓦的悲观 尤其关注1月8号 正式解封的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他认为中国恐因疫情再起 危及劳动力供需 从而导致供应断裂 而出现近年罕见 首次低于全球水平的 经济负成长现象 尤其一场酝酿中的新冠大火 势必把区域经济 通通拖下水 对全球经济 怎可能不是 不冥想 短期间的悲观 中国在2022年 在2022年下距离 因为这个确定 全球疫情的政策 第一次在40年下 中国在2022年下距离 可能会在2022年下距离 或是在世界上距离 这并没有发生过去 在中国人下距离 从未来看 从未来看 到三、四、五、六个月 从未来看 三、四、五、六个月 十分之安全 除此之外格奥捷娃特别提及美国 直言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可能靠其强大劳动市场 替自己避免掉经济衰退 甚至协助局势度过危机 但此一观点与多数经济学家 及商业大佬都几乎相左 前美国联准会主席葛林斯潘 便加入此一行列 认为美国衰退是最可能的结果 因为全美工资及劳动力市场供需 都必须进一步放缓 才不会令美国既有的通膨 回落昙花一现 因为过快降息的最大风险 就是通膨再次爆发 一切重回原点 他说出于此一 我不认为美国联准会 会提早走上降息之路 葛老的预言不是市场想听见的答案 但确实在联准会3号公布 12月政策会议纪要中提前得到印证 没有与会者认回2023市和降息 担心市场过度的关 分析时言 Fed形红告诉投资人 未来升息后的利率水准将高于预期 认为是不想被误会 而其实是有更多升息在路上的鹰派表态 联主会迷你亚波里分行总裁近日就撰文喊出 必须在2023年升息四码 好让目标利率高过于去年底 内部共识的5.1%上爬到5.4% 美国通膨才足以回复正常 从企业货利面来看 依然高期的通膨 确实还在吞噬美国公司的订单 尤其是不景气的科技行业 也继续延续去年惊人的裁员速度 Fedex昨天启动了 Wall Street and withdrew its financial targets Fedex is parking cargo planes and closing offices after demand for packages crumbled in the final weeks of the quarter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a new round of tech layoffs Amazon will lay off 18,000 workers The CEO Andy Jassy has blamed the uncertain economic situation and rapid hiring in recent years Stitchfix, the online clothing company says it will lay off a fifth of its staff The CEO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group's founder 2022年猜测了15万人的美国科技业 由电商龙头亚马逊 落下了这一波裁员寒冬以来的最大一刀 裁员1.8万人占员工总数6% 远高于起步裁没多久 去年却宣布挥下一万一千人 必须卷铺盖走路的META 知名性评机构目的首席经济学家赞迪 在最新经济展望报告中 也做出相同于许多同行的经济预测 认为随着联准会继续与高通膨顽强抗争 美国经济确实在未来一年举步维艰 他同时提出一个似衰非衰 即美国经济增长 未来将长期停滞 但勉强不会陷入全面性大衰退的新词 Slow Session 目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经济或将避免一场 会重挫就业市场的毁灭性灾难 但资产和房价下跌带来的痛苦 依然让民众躲无可躲 而2023全年美国GDP同比上涨的上限为1% 2024第三季度以前不会超过2% 而最悲惨的是 停滞的美国经济已经是最好的答案 尤其最怕消费者与企业 为了应对未来的艰难困境 选择提前储蓄意志支出 形成恶性循环 而在2023造成全新的经济风险 的疾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